直播中国女排首战荷兰队 七人首发阵容浮出水面 菜兵战术不输郎平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众手之后是目前呢 中国女排的话已经是抵达了土耳其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迎来2022年的一个首战 也就是世界女排联赛 那么这一次在6月1号的深夜23点30分呢 我们将迎来第一个对手荷兰女排 这一次呢 作为我们中国女排在2022年的首次对战荷兰队的话 那么到时候呢网络上一些平台也会有相关直播 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 由于这一次呢是我们今年首战荷兰女排 所以这个对手的话对我们来说呢 确实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如果说在第一场比赛 我们就能够了大比分战胜对手的话 那么我们中国女排的整体的士气呢 将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那么在此前呢 可能大家对于中国女排的一个整体的默契度 包括搭档的话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疑虑 但这一次如果说能够获得首胜的话 想必这些所有的担心呢都能够彻底的破除 我们中国女排也有更多的信息呢 能够去打赢下面的一个比赛 所以我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啊大家估计也比较好奇 就是说呢 这一次作为新兴的一个队伍 我们中国女排呢 又到底会以什么样的一些首发阵容来争取 或者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呢 蔡兵又有一些什么好的一些战术呢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因为比赛还没有开始 所以官方呢没有正式宣布这一次的首发名单 但是我们呢根据我们中国女排在此前 福建张州这边集训 曝光出的一些阵容名单 包括目前安排出现的一些整体名单来看的话 其实呢也不妨可以做一个猜想和分析 就是作为这一次中国女排的七人首发阵容呢 到底可能会是谁 当然这份猜想呢只是一个猜测 不是一个最终的名单 大家最终的一个名单的话 还是要以官方的宣布的为准 那么我们来看的话 目前呢 大家啊都在分析这四个整体名单 那么可能呢 接下来的一个首发名单呢 会像现在这样 在主攻守方面呢 会安排林盈和王云露 在副攻方面会安排袁新月和王云云 在接应方面呢 是拱翔雨 二船是凋零雨 最后自由人呢 要么是离非凡 要么可能呢 还会更换另外一个年轻的一个球员 所以最终啊 这个自由人方面的话 可能是存在着一定的一个疑虑的 当然其实从这份整体的一个猜想名单当中 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呢 这一次我们整体的一个首发名单呢 还是要以我们的一个老将是为主的 那么因为我们从整体的名单来看的话 那么基本上七个人里面呢 有五个人啊 都是郎平时期的一个爱将 和我们的一个核心阵容 那么之所以说做这样的一个猜想呢 让这些老将担当呢 其实也是为了稳住局面的一个需要 毕竟呢 有一些球员呢 你像王云露 还有倪飞凡 他们呢有些是第一次参加国家女排的一个比赛 有些在此前呢参加了一个集训 但最终的没有一个出现的机会 所以这也是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来说的话 那么确实也需要这些老将 这些过去的老成来带着这些年轻人呢 去应对后续的一些比赛 才能够在开门红当中呢 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所以目前呢 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和猜想的话 也是有一定的一个理由和依据的 当然从目前来看呢 其实蔡兵指导的一个战术呢 也不会输给郎平的 而且在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他也透露出呢 接下来会变换不一样的一个阵容 期待有这个好的一个阵容呢 能够选拔出来 后面的话能够有一套稳定的阵容呢 去应对后续一系列的一个比赛 所以从目前来看来 那么蔡兵指导呢 其实也是有他自己的一套思想 自己的一套方针的 因此接下来呢 我们也不妨呢 给更多的一些信心 给到蔡兵指导 和这一支新兴的中国女排 就期待他们后续啊 能够通过这一次的一个比赛的话 能够获得好的成绩 也能够提升他们整体队伍的士气 也能够让大家呢 对于中国女排 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期待 最后呢 祝福中国女排在土耳其 能够首战告捷 好了 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